我要去买咖啡 大家想喝什么 我要拿铁 我也要拿铁 我要看不进了 好像有点太多了 林星辰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不能 对不起 我以为这种小事 你能跟我一起做的 毕竟 毕竟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 你会愿意帮大家去买咖啡的 林星辰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你买个咖啡都不愿意 你以为自己还是个公主啊 就是啊 我不买咖啡 跟我是谁有什么关系 怎么 这个乐团还有规定 穷人就要去买咖啡 有钱人就该坐着吗 林星辰 你还是压见嘴裂啊 你瞒着大家这么大的秘密 怎么还敢装公主 装得这么问心无愧 我瞒你什么了 你问过我吗 可笑 怎么还是这种态度啊 你到底哪来的底气啊 我的底气在于 我林星辰 比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琴拉得都好 拉得好就怎么了 这些是我未老我未婚妻的下午茶 从丽京酒店订的 你们可以一起吃 但吃完了以后呢 麻烦闭上你们的嘴 凡事不给林星辰面子的 就是不给我郑楚药面子 明白吗 周围 你的女人为什么不给面子 你到底管不管得住她 我原本以为我样样都不及林星辰 样样都跟她差不多 她和我是同一个级别的对手 可是现在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 我居然和一个私生女斤斤计较 她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 你们女人都很爱说谎 你就是妒忌嘛 而你真正发火的原因 是因为 你每一样都想赢她 却一直都输 你闭嘴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私业学员读了这么久 你都没毕业 你比别人蠢 你比别人运气差吗 根本就是怕毕了业之后要继承家产 你连爱我你都不敢承认 周围 你根本就不是男人 雷珈娜 我受够你了 死周围 你给我站住 你居然敢说你受够我了 我再也不跟你讲话 我再跟你讲话 我就不信雷 我再也不给你买布丁池了 大坏蛋 被打的人是我 莫名其妙挨骂的人也是我 你到底在哭什么 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能不疼吗 难道 我就是这么一个不值得被你托付的男人 不是 谁说一定要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啊 我就是喜欢你啊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希望你心里只有我的样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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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懂我 一直包容我 为了你 我一定会更努力 成为值得你托付的男人 因为 我爱你 好 好 好 等一下 你刚刚不是说林星辰比我好吗 那你去跟他在一起好了 我是说 林星辰 不错啊 说什么啊 可是 在我眼里 你比他更好啊 不然 我干嘛喜欢你 你打我 我也没有跟你分手啊 哎 刚刚 不是有人说 跟我讲话 就不信雷吗 没有啦 我是要嫁给你做周太太的 信不信雷没关系 啊 你就不要再针对林星辰了 像他 这么好强的人啊 一定 也会有脆弱的一面 他那个样子 也有脆弱的一面 啊 对不起 孟希叔叔 我要离开四叶学院 理由是什么 因为你的身世 你也听到了那些流言蜚语 你也会瞧不起我吗 他们说的没错 他们说的是对的 既然是对的 你何必觉得丢人 你看我对你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你却觉得我瞧不起你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对我的误解和偏见 对不起啊 是因为我自己害怕 如果你能够接受真实的自己 别人又怎么会伤害你呢 别人又怎么会伤害你呢 反过来说如果连你自己 都不接受真实的自己 别人又怎么会尊重你 喜欢你呢 你是一个正直又善良的孩子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 心怀不轨 企图要伤害你 但他们却不知道 真正能伤害你的人 是你在乎的人 仔细想一想哪些人 真的值得你在乎吗 林星辰你还是林星辰 你这么努力 放弃了这么多快乐 你为两个妈妈做了这么多事情 就算你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你也是当理集团的公主啊 哎 女儿 是我 我 妈 你怎么来了 那是她亲妈 对 她怎么可以进来啊 我们学校的安保力量 不是很强的吗 我看妈 跟她女儿一样 也想借着这种歪门邪道 成为焦点吧 谢谢 谢谢 谢谢